杭州萧山近江街道有个空港新天地小区 分为商铺和公寓两个部分 开发商是杭州德意空港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由浙江开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 赵先生是公寓的业主 他说这里的公寓大部分都租出去了 前段时间由业主突然发现物业贴出了涨价通知 现在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他通知上面说从两月份开始说要收费了 收费的价格很高 我们是业主的要350块钱包一个月 如果说是租客或者外面的是要500块钱一个月 物业费原来是2块5还能耗的 现在他说要涨到4块 赵先生说他手上有一份业委会第二次会议的会议纪要 召开会议日期是2020年12月31号 会议目的写着讨论是否续聘现有物业 讨论物业费调整 表决是否召开业主大会 业委会成员表决同意召开业主大会 对是否续聘物业公司和物业费调整方案进行投票 但第二天物业就贴出了涨价通知 涨费我们现在是反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法说 因为没地方说 因为业委会成员总共是6个 我们后面调查出来的话 4个是开发商的高官 然后他们最做的流程不到位 就是说没有经过我们业主大会投票 业委会同意 我也就贴告示要收费了 但是我可以说就是 我们公司的时候 已经把人家的公司 他们做什么职业 我已经公司好了 那如果说不符合规定的话 那么当初在备案过程中 肯定也被刷掉了 那真正的业主考虑 那我也是业主 我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肯定要为业主考虑的 站在开发商的角度 不为我们业主考虑 业委会代表不了业主性的 物业是谁请聘的 是不是你们开发商聘的 前期物业是我们的 对 那不就好了吧 那我再怎么 如果说是就算是 我是开发公司的人 那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开发公司叫什么名字 那也不是我们贴的 然后业委会的公告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 什么时候开始公投 这个我也去提醒过开源物业 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东西了 开源物业 等于说把我们的会议基要的东西 理解成是 等于说是已经决议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也不好去评判 开源物业怎么想的 对 它是不能长的 这位陈先生是空港新天地 业委会的成员 他说自己的确是开发商 杭州德意空港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分管地产的经理 但也是这里的业主 是有资格参加业委会的 关于物业费和停车费涨价的问题 是开源物业私自做的决定 现场陈先生的助理 给记者看了他与一位物业经理的聊天记录 读读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监狱以上业委会的决定 那展物业费是业委会的决定吗 这不应该是业主大会表决的结果吗 不话可说了 杨总 陈先生的助理提供了小区 开源物业客服部高经理的电话号码 记者打过去始终无人接听 发了短信也没有回复 业委会的陈先生表示 开源物业发的通告是不具有效力的 后续要开业主大会来投票决定 赵先生说 业主想要投票也得有选项才行 陈先生表示 业委会这边会再和业主们沟通 调整投票方案 再走接下来的流程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大陆商人 未经许可 岂大陆商人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іт咱 Rak